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谈一谈拍影片这件事 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 以柯本的一天拿下 2015年曼哈顿国际影展 首奖的导演郑雅珍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柯本的一天 单纲重要演员的 资深演员蔡明修蔡爸 祝祭年利益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青年导演李宥宗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新锐演员林亚文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现在的心情是很惶恐 因为现场一位重要的电影工作者 在现场蔡爸 我们今天因为你来 我们都觉得很紧张 因为我们这样 其他人都算是新人 也算是很年轻 蔡爸你在学生拍片 这个领域算是神级的人物 今天坐到这边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你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 帮忙学生拍片 因为他们比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创作 那业界就是有时候 譬如一个类型的偏拍 有赚一点钱 大家就说 那业界是他们没办法这么为了票房 那有些也是要为了收拾力 那学生不一样 学生大部分他们 大部分有四个导演 有七个导演 都是在写他们本身家里的故事 所以我希望各位那个 做父母的人 最好对孩子好一点 不然你的孩子将来读了传播 会不会把你的故事拍出来 哇真的耶这个很重要耶 所以 这亚真当初 怎么会想到找菜坝来 因为那个角色其实设定是 他是公车司机 然后其实是需要会开公车 可是又需要有演技 其实那时候同学有提议说 那不然就是找真的公车司机来 可是我又觉得说 可是他其实他有戏份在 觉得找真的公车司机 那如果就是其他都做得很好 如果只有这一块做不好 就是会觉得很可惜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还是找专业的媛媛 对 然后刚好就有听闻 就是菜坝会开公车 真的假的 然后就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坝 对 菜坝你会开公车 我没有拍照 哈哈哈哈 但是会开就对了 我把之前那个拍公司 那个什么 台北一响24小时 安泽玉岛 对 我有去内舞那里练了两天 就上路了 结果这个公司一播出来 大家明明是有些学生要开公车的都会叫我去 我讲实在有 要拍公车我不拍了 为什么 太累了 不是太累了 那个有一种危险性 的确 那个要 那个责任很大 我没拍照嘛 我没指照 如果有个摩托车撞我 我事情就大了 这样在电视上公开讲可以吗 好啦 科本的一天 荣获国际重要的奖项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部影片的预告 今天是跨年耶 我正在家 不要再躲了 快生气 吃这个 好 我就喝了 aven家 这 就是 反正 滑 起来 放下來了 所以無法前往居遠 歐本 主持人 贊贊贊贊 柯本的一天 我們看預告就會覺得已經很精彩了 感覺起來很多場景是在公車上面發生的 雅真要不要介紹一下這部片主要要探討什麼 其實主要探討說 其實人對於自己的恐懼 就是如果你一直窩在自己的世界 其實沒有跨水的話 那你永遠在那邊 對 所以我們就是鼓勵人 就是說你要跨出你的一個狂框 跨出你的恐懼 然後去面對外面的世界這樣 對 鄭雅真今年只有25歲 這麼年輕就已經想到要去處理這樣的議題 因為我們想像很多學生或者是青年導演 他可能首先想要處理的都是 感情 初戀等等 但是你馬上就抓到了這麼特別的一個主題 剛才蔡爸有講 可能都是跟個人的成長經驗有關係 對你來說你怎麼找到這個題材 因為我會覺得說 其實現在就是亞洲國家 其實就是可能看課堂就知道 就是可能會比較內向的同學 或什麼就特別多 如果這些同學在團體裡面 如果又收到就是 大家會覺得說這個人很奇怪 那他其實本來只是就是比較內向 話比較少 可是經過同學這樣子 他可能變得就是又有一點 就是嚴重性就會增加 對 就會到可能到我們談的人群恐懼症 對 然後加上現在網路又很發達 如果又逃避外面的世界 那就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就是沉迷網路 然後就會 就更嚴重 所以你本身就是一個很成熟的人 就是說你的個性 你是喜歡去觀察這些社會現象的 是嗎 嗯 誰給你這個idea 你自己想到的 也沒有誰 就是 自己就想要寫 其實本來是喜歡像是公路電影這種 像溫德斯就是導演 對 然後其實一開始是想寫一個就是 其實公路那個人就是很帥氣 一個男生然後遇到一個旅程 對 可是就是跟老師討論過後 他會覺得說這個故事可能比較單調 他覺得是可以有趣一點 對 那不如就把他丟到一個公車上 那他本來是有點內向冷落 那他公車上象徵一個小型的社會 那把他丟到上面就是會看 老師就希望說 那這樣是可以發展就是很多有趣的事 對 蔡霸你在拍之前 你會先看說 這個主題或這個腳本 我喜不喜歡 我再接這樣子嗎 這個科本的一天也是這樣嗎 我的個性是 不顯基本的 因為做一個演員 拿到什麼都要演 你拿到什麼 你就是裡面只有一場戲 對 你也要用心把這場戲演 當然 因為最主要 有時候整部戲裡面 只有這一場戲比較有張力 對 你可以把他演得比較 跟前後面不一樣的張力比較大 他就會有一種欺負 剛好劇情到你的時候是 有一個很大轉折的時候 這時候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 對 對 這部片為什麼會獲得國際影展 評審的青睞 評審說了什麼 其實這個影展主題是 象徵人權 對 然後就剛好符合那個影展的主題 對 然後加上我覺得我們的影片風格算是比較特別 如果跟一般就是敘事的劇情來說 我覺得他會比較突出 有點就是清奇幻的感覺 對 透過邊緣人物他 可能他是一個 我們設定他是一個畫家嘛 那他腦海裡想的東西 然後我們用一些動畫 或什麼呈現出來 對 就是相較起來會比較特別 然後故事題材也是比較少見 很創新的一個嘗試 一些照片呢 這個是你當初在得獎的時候 紐約 紐約 對 開心嗎 呃 蠻開心 表情看起來有點僵耶 哈哈哈 真的太緊張了是不是 沒有 那時候去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他有頒名次 只知道是 因為他全球九個嘛 選四個 我只知道就是 他選四個 然後在另外一輪的播放 然後到當天才得知說 這四個其實會有排名的 對 可是那時候就是太晚才知道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連得獎 我得了嗎 這樣子 所以得獎還是蠻開心的 有點意外 但是也蠻開心 很可愛耶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對於很多的青年導演來說 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有機會到國際上面的演講去 在真正 我們常常大家聽過的就是那些大的嘛 比如說威尼斯演展 然後砍城演展 但那之前 其實很多知名的導演 是這樣一步一步走上來的對不對 好所以在這裡面呢 你覺得學習到很多的是什麼 跟大家的交流嗎 我覺得主要是 你跟別的 別的國家的 就是也是影片創作者的交流 你會有不同的想法 因為你可能待在台灣 可能就是看東西 就是大家看的東西都一樣 你出去的時候 你聽人家的 故事 然後看人家的影片 然後你會覺得說 其實他們有思考 就是角度跟觀點 跟我們不太一樣 對 然後主要是 其實就是大部分 就是不太認識台灣 對 所以是透過這個 然後 不以為你是泰國的導演 會這樣是不是 還好 對 是沒有 台灣到底在哪裡 對 然後他們看了就會覺得 就像如果得了手腳 他們覺得 那台灣是一個 就是就是影片是 其實蠻厲害的國家 真的 就像我們最近聽到 侯孝賢導演拿下了 砍城的最佳導演 你也是會覺得說 台灣這個名字終於出現了 不過曼哈頓國際影展 這個很特別 因為是鼓勵 30歲以下的青年導演 帶著他的影片參加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 我剛才就說 這種大規格的這種製作 才能好像去參加一些 國際影展 其實那個是等到你 很多人你導演 你已經有了這麼多資源 才可以去做 可是對於青年導演來說 像這樣子的機會多嗎 你說參加國際的影展 對 其實蠻多 網上是蠻多的 就是看自己 對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參加國際影展 可是準備那些 什麼英文的資料 會比較麻煩 可是其實是 那種東西 只要做一次就可以 然後你做完一次之後 你投任何影展 其實都是適用 是耶 所以我們也看一下 柯本的一天 也參加了很多國際上面 其他的 學生藝術街 或者是電影影展 等等 都獲得好評 然後也讓鄭雅珍 打開了自己的眼界 也會影響到 你接下來的創作的路 會啊 會啊 因為像 其實這是第一部作品嘛 會覺得還有地方 就是比較不足 比如說在劇本上 會就是因為透過放映 然後就直接就是感受到 觀眾的想法 然後透過這個想法 就是希望就是在 自己的下一部片裡面 可以就是加強改進 然後做更好 曼哈頓國際影展有獎金嗎 沒有 沒有獎金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覺得 所以這個獎 可能對你來說 實質真的在金錢上 幫助沒那麼大 而是說他對於你接下來 工作推展 後續的發展 那宥宗你怎麼看 就是說得獎這件事情 你是有得到獎金的這種獎項 因為我把拍片 好像我會把自己變成一個 獎金獵人的感覺 我會到處先從獎金 我覺得你有實質的一些收入 進來你會鼓勵你自己 你也會激勵你自己 那你就會再去看你下一步 你要怎麼走 因為你拍片要有一個主題 所以我拿比賽 小型的比賽 我來當作我自己的一個 拍片的一個主題 然後試著去融入他們要的東西 然後寫他們的劇本 所以後來我做的短的 廣告的其實比較多 像這個就是 當時是教育部的 他們第一屆的那個 反讀的一個公益廣告 所以其實要拍片 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你當導演 也不一定是電影導演 你也可能是廣告影片的導演 或者是微型電影的導演 等等都有可能 那其實不只是導演很難做 其實演員也是 這行也是蠻辛苦的 我們今天有一位 新鮮演員亞文 剛才聽到蔡霸是很有經驗 然後可能很多學生拍片 都會找他 但蔡霸我看到在報導裡面有講 你會跟對方講說 跟你講喔 我就拍那麼久 還是鬆鬆鬆 還是很苦喔 這些你都可以撐過去 你再進來 我有看到報導裡面這樣講 那亞文 你現在等於說 你的演戲生涯才開始不久 那你怎麼看你接下來 你覺得你是可以挺得住 這樣艱苦的生活嗎 在我 開始學表演的時候 就其實遇到蠻多困難 例如說健康方面 或是心理壓力 或是合作對象 那我覺得 我都一一的克服了 那之後 隨著年紀的增長 應該還可以再 再挑戰 對 想說反正年輕嘛 我就給他試試看 所以蔡爸覺得這樣可以嗎 我反正 我現在是年輕 我來 我來闖闖看 還是想趕快轉行這樣子嗎 因為你要走這一行 你第一點 你一定要把電影 當作你的第一生命 然後走這一行 最主要就是 剛進來一定 肚子吧 要顧 對 對 真的 真的有 有些會窮的 每一天吃一碗泡麵也有 台語說出口說 氣不夠站久就這樣 要堅持下去 我很希望 我真的很希望 跟很多年輕人過去 我都很希望 他們能夠一步一步一步 往上爬 我也看了好幾個 我心裡也滿高興的 所以走這一條路 我的經歷是 已經快要 這樣感覺沒有一個鼓勵的性質 不是 是我自己 因為太 太討論 太迷了 我可以什麼都不要 不能沒有戲 所以想要做這一行的朋友 你有像蔡爸這樣子嗎 我看報導稱他是戲瘋子 真的是 為了拍影片這件事情 不管你是在哪個角色裡面 其實他是非常艱困這樣聽起來 可是四位還是勇往之前 裡面一定還是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拍電影或拍影像的大小事 下一道我們馬上回來